这次冬获县长茶清香组特德奖的刘松杰 强调制茶、备茶、遵循传统说法与传承 但过程中也农入自己的创新与突破 尤其在备茶的火候控制与时间的拿捏 更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备制领练 县长林明珍上任后 以茶产业为发展观光首都的优势背景 首创一百云式年春季南投县长茶比赛 清香型及首相型淘汰率分别为 是15.98%和48% 南亚比赛淘汰率极高 并实作两次要减 前世比赛竞争相当激烈 而且把关相当严格 清香组特等奖得主刘松杰指出 智佑与茶为伍 对茶有一份不可割舍的情感 刘松杰表示 先前并接触过大型的茶赛 这是由于家中所种植的茶叶 就为在盛宁溪 因此才会报名 清香型的茶组 在这一次 县长特等茶的比赛 其实在这一次的特等茶比赛之前的话 我个人是在像我们陆古香农会 还有合作社这种比较大型的 指标性的比赛茶是还没有接触过 但是因为他们的比赛的茶叶都是比较偏向重培型的 比较不像我们这一次所参加的这个清香型的比赛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次的清香型比赛 是因为说我们自己本身的茶叶是属于三菱溪茶区的茶叶 所以高山茶的部分是比较属于清香型的 我会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可能在收香型的话 对我们高山茶的高山滋味会比较减少一点 所以才会报名这一次的清香型的比赛 我会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是希望说跟一般的高山茶 我们自己本身的高山茶跟其他的高山茶会有所区隔 所以我们在这个陪伙过程当中 用这种比较纯的这种比赛会比较好比赛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才有这次的殊荣 可以拿到这次的特等奖的部分 对于茶园管理方面 刘生杰之表示 从父亲那一代开始 就比较偏向于自然农法 在经过农序单位的指导后 更确定已崇尚自然的草生栽培 像茶园管理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其实从 大概从爸爸他的观念来讲 就已经比较偏向自然农法了 然后经过我返乡之后 再加上一些农序单位的一些受训的部分的话 所以我们会更加的确议说 我们应该要走是友善环境的自然农法 然后草生栽培这个部分 然后所以透过这个部分的话 让我们的茶园跟我们的草可以共... 两者可以共生 而不是说 可能我们的草草就需要用除草剂啊 或者是说要全部的除了很光啊 很干净这样 其实这次的得奖 因为就是刚好是双特等奖 所以 其实在心情上到现在 还是有点难以平复 其实刚刚开始也是属于有点像玩票性质 想要尝试看看 因为毕竟清香型跟手香型都没有比赛过 然后所以可能就是想说 我们就可能背后青青 背后胖胖的就好了 就是刚好也是因为这样因缘机会之下 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特等奖 面对多次的茶叶荣药问题 柳松杰则希望 茶楼们应自我提醒 把握危机及时转机 走向无堵农业 同时也希望有更多农村青年返乡从事农业 发挥年轻人的新思维 及接受农业线的知识 摆脱荣药过量的问题 让台湾的农业能重新出发